养兰花最怕的就是出现各种问题 那么主要有什么问题呢 首先针对这点就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烂根 如果浇水不大 盆土长时间主要积水 一旦超过七天的时间 很容易出现烂根 最后滋生一些病菌 整株就出现枯死 最后起生下花盆和起料 那么怎样做预防呢 我们首先要做的第一点就是 经常观察它的叶片 有没有出现叶间发黄干间 一旦出现微微的发黄 一定要注意盆土 是不是足以一个积水时间过程了 因为养兰花 首先的就是要把根养好 根养不好 你想要它生长好是不可能的 因为生长在于根 根养好了 自然它就能够生长好了 一旦继续发现 它就现了微微发黄的话 一定要继续做救济 可以用到一种叫做奥美磷 这种奥美磷就是防止根腐病的一种药物 用一滴对上800毫升的精水 七到十天灌根椅子 灌根机前最好是把里面的水分 完完全全的给它去掉 最好是晾上三五天的时间 或者是更多天的时间 把里面的水分完全去掉之后 用到这种防根腐的二美磷 给它做一个浇灌就可以了 完完全全的给它灌个透 不要只浇灌半截 完整的给它灌个透 基本上浇灌三到四次 它就能够恢复生长 避免出现腐烂的现象了 同时要注意我们异常养活 一定要减少浇水的量就可以了 同时以散色光为主 不要讲光极色 好了 这期针对这一点就分享到这里了 下期再见